现在我们还是在写程序 反正你听我的课呢 就一直在写程序 我不会给你讲书啊 再来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有一个这样的需求啊 就是学生成绩信息管理啊 讲这个好吧 我有一个需求啊 需求 需要你写一个程序 接收用户从终端输入的学生信息 这个信息呢 包含一些这样的东西啊 姓名 学号 年龄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成绩 可以吗 就是总总分吧 成绩总分 先做这个 这个学生信息不止一个 N个 很多个 很多个 然后你要接收下来 接收下来之后 然后 将 这些学生的 信息 按照 按照 成绩 总分 排序 刚才是不是讲排序啊 哎 我现在要你按学生的总分来排序 而且我这个排序呢 是要 按 总分大小 倒序排序 刚才我们那个序呢 叫深序 从小到大 倒序就是从大 到小 那其实这个算法呢 很简单的啊 你就把这个小 大鱼的时候 调换位置改成小鱼 调换位置 是不是就好了 对吧 那那个小的时候 慢慢的往后面冒 小的 最小的时候 冒到最后面 就OK了 这个不是难题啊 排序不是难题 关键是上面这句话 你要接收N个学生信息 每个学生包含这么多的数据吧 你要把它存下来 那我们来想个办法 怎么存 看到 我们来尝试一下 先让你看一下 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完成啊 这是对0 2 再来新建一个类 包放在哪个包呢 那你们告诉我 放哪个包比较好 新点 对0 2点 是不是来一个子包 来一个子包 比如说叫做 叫student 是吧 可以吗 叫student 然后我这边就来一个程序 叫做 student 管理吧 学生信息管理 学生管理 管理怎么说 management 可以吗 别嫌长 别嫌这个单词长 单词写得越完整 以后看起来是不是越一目了然 对吧 好 这叫学生信息管理 好 毫无疑问的 我们先要拿一个 mate 是吧 然后你再来看我们的需求 接收用户从终端输入的N个学生信息 那我们就让他一个一个的书行吗 可以吧 一个一个的书啊 就是接收 接收这个用户从终端输入的学生信息 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用户 一个 一个用户 一个用户 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 还是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的一个属性 一个属性的书啊 一个属性 一个属性的书是吧 好 一个属性 一个属性的书 的书啊 我就按你们的做啊 一个属性 一个属性书 这个你们会写 怎么写 scanner是吧 然后 scanner 等于6一个 scanner 里面放一个c4 tanner in 好 没问题 然后scn.next line 是吧 然后一个死均 死均什么 n 先拿姓名是吧 好 先让他输姓名 然后再让他输呗 他再让他输呗 有几个东西啊 每一个学生有 学号姓名 年龄 成绩是吧 这是这些东西啊 姓名 学号 学号怎么写 stuno 可以吗 student number 是吧 年龄呢 age 成绩的 总分 score 是吧 你这么拿出来的 首先他们全是字符串 是吧 但是我们最好是学号 学号 学号你们一般是什么样的 是9个数字是吧 我把它当字符串是不是也行啊 也行 年龄一般就可以用一个整数吧 对吧 因为可以方便比大小嘛 以后 整数是不是更方便比大小 那字符串不好比吧 好 用这个整数来比 所以你这个电话可以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age string 可以吗 然后再用一个int 许多点 puzz int 把这个字符串的age 转成一个 int 可以吗 然后再让它数一个分数 还是个字符串 我们要把它转成一个浮点吧 那就应该是个float点 puzz float score 然后用一个浮点形的变量吧 float score等于 这样我把上面这个变一下好吧 我把它变成个score string可以吗 字符串score 把它变成一个浮点 score吧 好 这么一来 你是把第一个学生的信息收到了 收到了吧 你搞了几个变量收了 搞了四个变量是吧 真正起作用的变量是不是四个 一个姓名 一个学号 一个年龄 一个分数是吧 好 再接收下一个 再接收下一个 怎么办 这是不是接收第一个 接收第一个学生的信息是吧 好 再接收第二个学生的信息 你怎么写 你再来一遍 你们看得到的是吧 懂得 再来变这个变量是不是得变了 那你上面这个变成一好了 好吧 像上面这个都变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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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变成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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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二 狠二 搞定了吧 第三个了 我去你是不是又来一套 你发现没有 这些变量 其实意义都一样吧 但是你是不是反复的定义 反复的定义 反复的定义 而且就算你这么搞出来 最后你想去对他排序什么的 你是不是还得把这些数据装到数组里 但是你装到数组里 假如就这两个学生吧 你想把这两个学生的数据装到一个数组里 你觉得装得了吗 你搞一个什么数组呢 你搞个印头数组吗 印头数组 stu student 是什么 等于另一个 int 两个 然后你这个student 是0 等于谁呢 你这个数据是不是一个散的 你不好放了吧 现在 你发现不好放了 你想个办法看看 假如是你 你可以有个什么办法的解决 他 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能不能用一个变量是代表好多东西 你看我们上午的时候是进了一步 以前我们要表示一个整数用一个印头变量是吧 然后又表示多个整数用一个印头数组了吧 现在更进一步了 我要表示数据里面又有整数又有字幕串又有各种各样的是吧 那如果也能有一个变量就能代表这么多东西的话 是不是就方便了 对吧 那一个学生是不是对应一个变量 两个学生是不是就两个变量 那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那个类的 类 类就是一套模板 一套变量 一套数据的模板 表示我这个类里面包含哪些哪些哪些变量吧 然后以后你就可以跟这个模板创造一个具体的变量出来 然后把那个里面的里面的变量复值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对象了所谓的 他给你写啊 先给你写你先不用想太多 我现在先定义一个模板 是不是里面里面 定义好几个这种变量 先搞一个模板定义好几个变量 那这个模板在加瓦里面就叫做类 那你就不能在这个组程序里面写了 你要新建一个模板 新建一个模板 就新建一个类吧 OK你看到我在这里新建一个类 类是不是就是class 我就新建一个class 然后这个class可以取个名字 它其实就代表一种数据类型啊 这种数据类型是学生信息是吧 学生信息 那就是student info 可以吗 学生信息 从此我这个就代表一系列的信息了 当然我刚刚创建出来 这里面啥都没有吧 是不是啥也代表不了 那你要它代表 比如说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的信息应该包含年龄啊 姓名啊 学号啊 什么成绩是吧 那怎么写呢 直接在这个类的体里面写变量 就可以了 而且你不要给它复制 因为以后我要根据这个模板 是不是创建出真正的学生信息啊 那个时候才复制吧 这个里面只定义模板 你就只把那个变量声明出来就可以了 不要复制 那我们就来声明 声明一个什么 姓名吧 姓名是个什么类型 死菌 OK 死菌 内 没复制啊 你看我是不是没有等级啊 没复制吧 那再来一个 还有什么 学号 学号应该是一个死菌吧 死菌 STO number 可以吗 我写个NBR好吗 number 然后还有年龄吧 int A 还来一个什么 float score 诶 从此 从此 这一个类型 其实里面就代表很多数据了吧 好 但是这些数据没有值 是不是没有值啊 所以 这个东西 类 只是 只是一个用来 创建 复杂 数据的 模板吧 我这个数据 现在这个学生信息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数据了啊 这种数据是个很复杂的 里面是不是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基本数据啊 好 那我就创建了一个这样的模板 它只是个模板啊 行 那现在我们就要用一下它 用一下它 看到 用 是不是在这个组程序里面用啊 好 在组程序里面 我就可以这样用了啊 你要接收第一个学生的信息 接收第一个学生信息 我就可以这样写 先接收 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不是得接收啊 好 我可以把接收到的信息 放在那个学生变量里面吧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种类型 叫做student的英語啊 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类型 是不是创造出一个变量出来 那我就 我们创造一个什么 创造一个什么类型的变量的时候 是不是用这个new呢 就new一个什么 student info 我这个里面啥一部分甜啊 但是这个括得有啊 我啥一部分甜 你这句话其实造出一个什么来了 造成一个 造出一个这种类型的数据变量出来了吧 那你用个什么接收 你用一个streen接收行吗 不行了吧 用一个什么接收 你是这种类型的数据 是不是用这种类型的变量接收 stu1 可以吗 好 接着我这个创建出来的这个真正的student变量 这个里面的数据有值吗 没有值吧 没有值没关系 可以这样复值 是student的一点 那个点 你看那个里面的几个变量是不是都出来了 比如点 内 给它付个值 付哪个值 是不是就这个第一行数据 可以吧 然后接着给年龄吧 stu1点什么 学号 学号 等于 是不是让用户再输入一行 可以吗 再来 stu1点 点什么 点 age 等于让它再输入一行 只不过这个就不对了 告诉我为什么不对了 你这边这个东西产生的数据是一个 质不串 你的变量其实是个什么类型 student里面的age是个整数吧 整数变量这个age是吧 你看这个age不是定义在你这个类的模板里面的吗 是不是个整数啊 不行了 那怎么办 你可以这样写吗 搞一个临时变量integer.puzz integer.puzz int 你先把它放给给他吧 收信给他 可不可以 然后你就可以拿一个int age是不是接收了 然后student的变量里面的age变量等于谁 所以等于这个地方的age 哎这个两个怎么没有冲突 这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前缀啊 表示这个变量是不是包含在这个里面的这个age 而这的age是不是就是你上面这个age 好那我就可以这么写吧 当然你干你你没有必要再搞一个临时变量出来是吧 你直接把这个 这就等于就好了 因为整个这一句话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效果是拿到一项数据产生了什么 intel吗 可以吗 可以再来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学 还有一个分数是吧 seo 一点 一点什么呢 score 等于float.puzz float scn.next line 可不可以啊 ok 这个是不是第一个学生接收完了 那第二个学生呢 你是不是可以来一个负循环了 可以吗 你可以来一个负循环 那我现在不来负循环 我先给你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的话就是 再复制一遍吧 这个地方赶得及啊 2 可以吗 那我问你 我这个变量是不是 我这些属性变量是不是永远等于 什么叫类吗 但是这两个类有没有冲突 为什么没有冲突 这两个边呢 已经分属于这个16等的1和16等的2了吧 对不对 16等的1和16等的2是根据这个模板 创建出来的一种复杂数据 你看 它也是根据这个模板创建的 所以它这个里面是不是有4个属性啊 它也是根据这个模板创建的 那它是不是也有这4个属性啊 但是这两个学生的4个属性是不是完全是分离的 是隔离的吧 是隔离的 那么其实 讲到术语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是根据这个类模板创建出来的 这就叫做一个对象 STOE 就是这个类 就是这个类 是不是这个类啊 得一个实力 对象 OK吗 就比如说我说学生 有姓名 有学号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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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一个类啊 然后我家的你 比如说婷宝宝 婷宝宝是不是就是这个学生的一个实力 对吧 是实力吧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 比如说我们的许昌辉同学 是不是也是这个学生的一个实力 许昌辉有自己的名字 有也有名字吧 只不过名字的只是许昌辉是吧 另外一个同学 另外一个实力 比如说是真令和 那么真令和 它也有一个属性是内 但是它的内面的值等于 真令和吧 OK了吗 懂了吧 好 那么再给你讲一点 加JVM啊 你这个数据啊 你这些数据是最总是放在那个所谓的内存里面 程序运行的时候 那个数据都在内存里面 都内存里面 那么我们这个对象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在内存里面 它们是完全隔离的 假如这是内存 然后呢 我们内存里面存着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就是哪个模板 student studentinfo 它只是一个模板吧 一个模板 这里面有一个属性 studentname student number是吧 然后还有 int age 还有float score 是吧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为它创建一个对象 其实在这个内存里面 会开辟一片空间的 纯具体的数据 你这个里面是不是没数据 创建一个对象 ok就根据这个模板 创建一个 所谓的对象 就在内存里面 就有一片空间了 这片空间里面就存了 某一个对象 比如说对象 对象1是吧 对象1的名字叫做 变量名叫做stu 1 这里面就存了好多数据 内母等于 张 张铭 你们赵铭 张铭 张无忌 好吧 然后age等于 18岁 学号 等于 0001可以吧 然后还有一个 score等于 比如说打98分 98.8 98.9 行不行 这个是不是在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是在这个内存里面 是不是有专门一片空间存 同样的 你可以根据他 根据这个模板 再 是不是再创建一个对象出来 再创建一个对象出来 ok 这个对象在内存里面 不会共用这个 是不是再开辟一片空间 这个就对象起了 这就是对象2 然后他有一个变量名吧 是不是有一个变量名 代表的这一堆数据 就是stu几了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stu2 只不过stu2里面的属性的值 跟那个第一个是 可以不一样的吧 是吧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第二个就是 刚才那是张无忌啊 这是 张无忌 那这个应该就是断裕 是吧 他们两个是一起的吗 他俩不是一起了 我看我以为他们俩是一起了 搞混了啊 张无忌一个跟谁一起啊 金毛死亡谢逊是吧 ok 吃过断裕嘛 我们家的啊 100 可以吗 这就是类和对象 类是个模板 你根据这个模板 是不是可以创造出 一套具体的数据出来 一套是吗 一套 这就是一个对象 好 这就是类的基本概念啊 其实我讲的很简单 类 再重生一遍 什么叫做类 什么叫做类 类就是用来创建 创建一套 一套复杂数据的 模板 是吧 那对象是什么 根据类模板 创建出来的 一套具体数据了吧 这一套具体数据了 再讲术语 对象就是类的实力 我就不怎么喜欢讲术语 但是还是把这个术语告诉你 对象就是类的实力 一个类可不可以 就是可以创建很多实力吧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继续往这个 把这个程序往下写啊 我们现在 是不是创建了两个学生了 从此只要这两个变量 是不是就代表了两套完成的数据 只要这两个变量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要把这个数据存到哪去 是不是存到数据里面 你看我想把这个数据 这个学生 这两个学生 是不是存到这个数据里面 OK 现在就好存了 然后呢 记得将这个学生信息 存入一个数据中吧 存入一个数据中 我能存到这个应层数据中吗 那你觉得可以搞一个什么数据可以存 搞一个死据数据吗 你注意你这种变量是哪一种类型啊 是丢的info是吧 所以你搞的数据应该就是 丢的info数据 丢的info数据 哎这样是不是就OK了 这个时候你再来放他0等于几 16等于1吧 再来一个他1等于几 2 这样是不是OK了 这样OK了吧 这个时候 从此我这个数据 我是不是就装了两个学生对象了 装两个学生对象 那现在排个序 我只有两个排序好排吧 我就不搞这个循环了 只有两个 我想根据什么排序来着 根据分数是吧 根据分数倒序 排序 来写啊 怎么写 你看这个一 看这两个 哪个大呗 比一下是不是好了 比一下就好了 怎么比 一幅 student的 一点 是不是他的分数 如果他 大于是不是就不用动啊 小于是有二点 我是不是把这个速度调换一下 student 那你就 那你就别这么高了呗 怎么先比啊 先比 如果 student的 1的分数比他小 那我就让student 0 等于几 等于几 等st 哦 二 然后st dudent 一 就等于st 一 这样是不是那个大的在前面 否则 是不是把这个顺序换一下 这个一 这个 二 什么放进去就是有序的 这样是放进去就是有序的 我刚刚是想先放是不是再排序的 现在你们比较比较偷懒啊 先把他们两个比下大小 大的放哪里 放前面吧 那我这个数组里面这两个数据是不是已经是有兴趣的 那你接着 将排序后的结果 打印出来是吗 怎么打 says out是吧 says out 打哪个 打啥呢 打打打死丢 等次 零是吧 是不是先打第一个 再打 再打这个第二个吧 这个这个是个数组啊 别忘记了 数组里面第零个是不是装着16的零16的一或者二 看哪个大吧 装着那个分数更大的那个16的是不是 OK 这样就打出来了是吧 那 行吗 听懂了吗 听懂没有 没听懂 给你再描述一遍啊 你先别看这个排序 上面这个看懂了没有 根据这个类模板创造出一个变量出来 是吧 他这个里面是不是就可以装一套数据 装一个名字 装一个学号 装一个年龄 装一个分数 从此这一套数据是不是用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表示了 接着我又根据这个类模板创造出 另外一个student的类型的变量出来吧 然后我给他的里面的数据是不是又复制了 那就相当于又来了一套数据 这套数据用哪个变量表示了 STU2是吧 好 那我这个两个变量从此是不是可以表示两个人的所有数据啊 我下面做的事 无非就是想把这个两个人装到哪去 装到一个数组里面去吧 那装到数组我们就想了 这个数组不能是个inter类型数组 也不能是个student类型数组 那只能是个什么类型数组 student的inf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student的1 还有这个student的2 是不是都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啊 是这种类型的吧 所以我就放到一个这种类型的 数组里头吧 所以我搞了一个这种数组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往里面放 只不过我放的时候是有讲究的 我要把哪个学生放前面是吧 我是怎么搞的 看谁的分数 大 比如说第一个人的分数比第二个人的小 那我说把第二个人放前面 可以吗 有同学这么一绕他就听不懂 我这么比吧 如果第一个的分数比第二个的大 那我第一个是不是就放最前面 是不是这个数组的第0个位置放student的1啊 然后呢 第二个位置放 啊 否则否则那说明这个student的1的分数比他小呗 比他小呗 比他小那这个student1应该放在哪里 是放后面一个 那2应该放在哪里 放前面 这样是不是看懂了 好吗 然后我接着就是把他们两个 把第一把排在前面的打出来 排在第二个的也打出来呗 可以吧 好 貌似写完了 貌似写完了 我们这个程序的运行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让这个用户去输入信息才行的 输入用信息才行的 输入先输入名字 再输入学号 再输入年龄是吧 那我应该打个提示 不然我都看不明白 他这里说 请输入第一个是吧 搞到哪去了 我靠这个鼠标怎么脑变 这里啊 请输入第一个学生的所有信息 是不是让他输啊 等他输完了 我处理完了 在这边再来一个 请输入 第二个学生的所有信息 可以吗 是不是就又来一遍 好 走一把 请输入第一个吧 先输什么 内部是吧 比如说叫张 张无忌 然后再输个什么 学号是吧 001 可以吗 反正是个自不串吧 然后再来一个 年龄 18岁 成绩 99.9分 可以吗 一回车 是不是让你输第二个了 因为这个四句话 是不是进行了 再输第二个 先来一个姓名吧 张无忌 还有一个张无忌相好是谁啊 张无忌老相好 是小 是是是张铭啊 周紫若 周紫若 周紫若好像当时是那个什么周慧明演的 是吧 周凯美演的 高远远演的 我看好吧 都是美女啊 来 第二个学号 002 年龄 周紫若 最美的年龄 应该在16岁吧 到18就老了 是吧 成绩 成绩88分吧 好吗 一回车 注意啊 一回车 这一段是不是就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 是不是就 就把这个装到宿主里面 然后就打印出来了 好嘞 我一回车了 回车了 回 诶 诶 诶 打了个什么出来 你注意观察一下 cn.edu360.java se24.d02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这个包啊 包下面一个student的 是不是还是这个包 最后这下面的student的info是什么 是这个包下的类型啊 是你定义的类型 因为你打的是这个里面的那个student的嘛 那个student的是不是这种类型的 然后后面来这个缺 后面来这一串 什么乱七八糟的数据是吧 这个就是内存地址啊 你打的是这个对象的 在内存中的 内存地址 这个内存是不是从某一个地方开始 总有个地址啊 这个内存里面 这一段数据从另一个地方开始 是不是也有个地址啊 你打的是他的地址 我不想打他的地址吧 我打的地址有什么用是吧 我也打他的信息 比如说最好给我打什么呢 最好要给我打成这种样子出来 比如说张无忌 斗号 001 斗号 18 斗号 99.9 是吧 是不是最好给我打这个样子啊 那打这个样子怎么打呢 你说你这么一取 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不是代表那个student的意啊 student的意里面是不是有变量 它里面有变量吧 术语叫做属性 它里面是不是有属性啊 ok 用个点号 是不是能取它的属性的 点 点哪个 点内是不是名字 加 逗号呗 是不是你要搞个逗号格开一下 然后继续 点什么 点学好吧 再加一个 拼一个逗号 再点 age 再拼一个 逗号 再加上 点 点 如果他不提示啊 如果他提示你把这个点删了 再重新点一下好吗 点 最后一个是分数是吧 哎 这么大 是ok啊 下面行呢 把上面行复制 把这个0 改成1 是不是打第二个 可以吗 可以吗 再走一下 怎么又得填一刹 好烦啊 我们既然是在写程序 就没有必要每次都模拟用户输了 你这里自己造行不行啊 可以吗 自己造 别让他输了 直接在这给个值吧 给个什么 张无忌 然后学号呢 给个字符串值 001 行吗 这直接给个整数是吧 他省的去搞 给个18 分数给一个浮点吧 浮点是不是就小数啊 当然给个整数也行啊 可以吗 就这样 然后下面一个呢 也照 第二个就是 谁 这叫什么 周 周子若 学号 002 年龄 豆蔻年华 16 最嫩这个时候是吧 分数 88点 啊 咋的 加个f才行 加个f才行啊 你是个小数 你是否付给一个浮点 那你可以加个f 就表示我这个数是一个浮点数 好吧 不然他认为你是个整数 整数又带小数 是不是不对啊 加个f啊 表示他这个浮点数 好吧 表示个浮点数 这个你记住啊 加一个f 表示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数 浮点数 好吧 你要是加个d呢 就是那个double的那个 那个双金的数啊 当然你这么写报错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接收什么的 浮点好吧 ok 浮点数 好 然后其他的要变吗 不要变 而且这个提示还要吗 不要 不用用户就输了吗 是吧 就直接就造出来了 造出来了 然后排个序打一把 走一把 直接就输结果了 这次啊 不用用户输东西啊 直接就出结果了 走 是不是分数高的 拍前面 可以吗 你要不信 你把这个上面改一改 你把它改成几 79 走 这次是不是张无忌在下面 张无忌在下面 周紫若在上面 是吧 刚刚是 哎呀我靠 好像说擦嘴了 刚才上面 现在就到下面 还换 行了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讲完了啊 我给你梳理一下 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新东西 新东西很少 啊 这个里面涉及的知识 涉及的知识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类 类就是定义 就是一个用来封装多个数据的复杂类型模板是吧 简单一点就是封装多个数据的模板 那像一个我们搞了一个student的info 里面是不是封装了内蒙啊 streetage啊 是不是好几个 好 那什么叫对象呢 根据类模板创建出来的一套具体数据吧 是吧 创建出来的一套具体数据 可以用 该类型该类的该类型的 该类型的变量来 是不是引用啊 你创建出来的这一套数据啊 是不是用一个变量就引用啊 那比如说你有一个class 我们这个类 你看前面这有个类 这个类是不是叫做studentinfo 好 我把它写在这啊 写在这 插入一下 插入一下啊 然后吧 可以吗 然后对象就是根据它创建吧 根据它创建 那我就可以怎么创建来的啊 new一个studentinfo 大概是不是大概小括号 new一个studentinfo 然后前面可以用一个什么变量来引用 studentinfo stu 等于 这个东西就是根据模板 是不是创了一个对象出来 这就是用这个变量来引用吧 来引用那个对象 是不是啊 引用那个对象 好 然后还有还讲了一个 为 为对象的属性 负值是吧 那怎么负值的 seo.name等于 是不是等于一个值啊 比如张 3 是吧 seo.ane seo.ane 等于 等于什么 001 我假如这个对象 我只负两个值 行不行 也可以 那另外两个数据就没值呗 对吧 就这样而已啊 这是为对象负值 还有获取对象的属性 你刚才是不是给它的属性复制 现在我想拿它的属性 怎么拿的 就STO点点内 你拿了之后 你这么拿是没有意义 是不是得用 你拿了用 是不是可以定义一个变量的用 比如说一个 内等于student的内 那这个变量是不是代表 这一个对象里面那个student的内容的值 其实就是把它的值取出来 是负给这个变量而已 可以吗 就取它的值负给另一个变量 那其实我们刚才讲的东西里面 是不是就这四个东西 怎么样去写一个类 怎么样根据这个类创造一个对象 怎么样给对象里面的值 属性复值 怎么去取它的属性 好我就不复值了 我把它打印出来 可不可以 C4 他们的 奥特点print LN 这样是不是就拿它的值拿出来打印一下 看懂了吗 就这么点东西吧 就这么点东西 好 那接下来 你们就来动动手 你们这个动手 我不给你新的需求了 就是把这个需求给我写一下 也不用从终端接受了是吧 是不是造点数据啊 你自己造一点就好了 造 这次你给我造三个学生数据 好吗 怎样 定义一个学生信息类是吧 然后根据类创建三个具体的学生吧 学生数据是吧 创建三个具体的学生数据 应该是这样的啊 类里面是不是有这些东西啊 然后根据这个类创建三个具体的学生对象 行吗 然后将这三个学生对象 存入一个数据中心吗 然后将数据根据学生的成绩 倒去排序 行不行 那你写这个程序 一共要搞几个文件 搞两个文件吧 这个类 这个学生类 必须在一个文件中是吧 然后你写这些逻辑处理 是不是在另一个程序中 是吧 这个这些是逻辑处理 上面这个只是定一个模板吧 OK吗 好 然后 就好了 好 好 好